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6月22日 星期四 今天好像是端午節啦 因為在英國沒有人看 我看到網友不斷傳這個端午節快樂的圖片給我 我估計今天就是端午節啦 祝大家端午節快樂 跟大家說說 李家超 好像在回應我們 他說 他說 不犯法不代表 不破壞國安 即是甚麼意思 即是說 你們 不犯法 也可以是破壞國安的 那就是 哪件事犯法 哪件事犯法 我想跟大家說說 習近平 不斷為人類的未來指明方向 而李家超 也不斷為香港的法律指明方向 怎麼指明方向呢 有報導 只有一些團體打著關注房屋的旗號 企圖煽動 社會矛盾 阻礙特區政府施政 行政長官李家超接受大公部和文匯部專訪時表示 有關行為有很多包裝成份 以及一些 看來好像很有道理的出發點 論據 需要小心 有時他們用的手法 跟2019年黑暴顏色革命時一樣 重申 修例風波是香港永遠的警號 好了 李家超指出 管治者 要 可以透過現象看本質 現在做了唯物辨證法 強調不犯法 不代表不可以造成破壞 他們可能會破壞經濟 社會的問題 下一步甚至是危害國家安全 因此大家需要時刻保持影響 即是現在李家超 好像未來警察一樣 你可能會犯法 我現在要抓你 他表示 由於香港的港區國安法實施 有效打擊了很多反中亂港 份子的破壞行為 保障了香港整體的安全 所以香港表面上看來非常平靜 但是仍然是在國家安全的風險上 李家超有提到 近日有不法份指示員盜用他人資料 在器官捐贈系統上作不實的申請事件 指出有關手法 看來好像沒有問題 實際上是挑起矛盾 用兩制來抗拒一國 其實 嚴格來說 李家超說穿了 兩制本身就是抗拒一國 要取消就要取消兩制 即是取消李家超的番號 由一個人派來做市委書記 而李家超最多就是委任做市長 至於特區政府內部 是不是對防止有關破壞行為作出具體要求 李家超強調 政府內部會不斷強化憂患意識 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需要透過經驗來強化起來 什麼叫經驗 即是說 任何關注 社會問題的東西都有機會 挑動社會的矛盾 是不是 阻礙特區政府施政 例如反對這個工業事業加價 別說反對 只是說關注而已 說兩句 巴士那麼貴 這個人挑動香港政府 煽動社會矛盾 是不是 政府 給巴士加價 電力公司加價 給水務加價 各方面的加價 是為了你好 是不是 你關注這個問題 你提出這個問題 你是不是想煽動 社會分裂 你是不是現在在破壞 香港的商人 巴士公司 電力公司 和市民的關係 你現在是不是想挑動社會矛盾 你是不是要危害國家安全 你是不是想顛覆國家政權 立即拉 以後 所有人 都不可以對任何東西表示 反對意見 不滿 是不是 即是說 被人打也不可以叫痛 甚至乎人恐嚇要殺你 也不可以有任何害怕的行為 你現在是不是恐嚇 定義就是 恐不恐嚇 由政府定義 原來關注房屋也是煽動社會矛盾 是不是 有些樓 貴上去 幾萬元赤 政府賺光 法治商賺光 好 說這些話也不行 為什麼 你是煽動社會矛盾 是不是 那麼有甚麼不是煽動社會矛盾 李家超的說法 即是說所有的香港人 都潛在犯法 意思就是說 除了李家超之外 香港三萬個警察 全部都是強姦犯 為什麼 他有一條 可以強姦人家的器官 那麼他是不是強姦犯 他是潛在的強姦犯 他也是煽動社會矛盾 他嘗試強姦你的女兒 你可能沒有 強姦 某一個高官的女兒 那個高官的女兒 可不可以作出反對指控 然後很多人出來說 這些是犯法 什麼是犯法 關注房屋不犯法 現在不犯法也是 危害國家安全 那麼犯法是怎樣 李家超的說法 是為香港的法律重新定義 即是說 政府覺得任何 令到香港政府 施政出現阻礙的都是犯國安法 是不是 那麽不可以反對加價 那麽不可以反對政府做任何事 是不是 連討論也不行 關注房屋這個問題 都原來是煽動社會矛盾 那麽就是 誰煽動社會矛盾 是發展商 還是 賣不起樓的小事物 還是住劏房的這些人 我想問一下李家超 住聾屋的那些人 被人家拍到一張照片 又或是告訴人家我住聾屋 用鐵籠困住的 那麽是不是煽動社會矛盾 絕對是 窮人是不是煽動社會矛盾 為什麽阿婆在街邊撿紙皮 是不是抹黑特區政府 告訴人家香港比第三世界更差 是 那麽從今天開始要把街邊撿紙皮 所有的恨意 所有的路逐者 全部要把他抓到 捉到哪裏 活摘器官就可以了 即時產生經濟效益 是不是 香港很多人都是這樣 那麽告票呢 任何人被人抄了一張告票 不可以 不開心的 抄了一張告票 要即時跟阿sir說 多謝了 因為香港 抄牌就沒有電子抄牌 通常阿sir是會在你面前抄牌 或是 你會即時看到一張告票 在英國不同 英國是電子抄牌的 你不會看見阿sir 應該是看不到警察的 抄牌是你出了事之後 可能被人抄下了 被人拍快相 一個星期之後你會收到信 告訴你你被人抄牌 現在交罰款 所以 在英國你想多謝阿sir 也沒有得多謝 但是在香港 香港 你在街邊被人抓到 阿sir抓到被人抄牌 或是為你拍車 或是超速拍快相 等等 很多時候你會有機會直接看到阿sir 所以 以後遇到任何的事情 記得要多謝阿sir 還要立正SALUT 不可以有 一絲不悅的感覺 要不然 你就是面向反對這個特區政府 你就是煽動 顛覆國家政權 那麼香港 就很和諧 當然啦 和諧得不得了 以後做甚麼也好 以後在街邊見到警察 全部都要像當年見到日本皇軍那樣 90度鞠躬 不然 那把刺刀隨時會黏在你 是不是這個意思 李家超 那個說法可以告訴大家 香港你們很幸福 越來越幸福 幸福到 什麼事 都不可以反對 任何事 你們都只能夠用一個 喜悅的心情 因為稍有不悅 你的面口表現出來有點不開心 你也是這個 挑起社會矛盾 現在行穩至遠 買股票輸了錢怎麼辦 不行 買股票會輸錢 香港 是一個好地方來的嘛 行穩至遠 由亂到自由自及興 現在是興的 為什麼你買股票會輸錢的 好像沈大師那樣 買股票輸了錢的 不行 要多謝他 多謝你累我輸錢 多謝你帶我輸錢 不可以怪他 怪他也很糟糕 你也是 製造社會矛盾 煽動 破壞 企圖 你也有份 好 反過來 以後大家也可以這樣做 我昨天網上看到了一則消息 就是 一個女生 那個女生 她的一個女生 被些小混混搞 然後她的爸爸 幫他出頭 結果 被那年輕人捅死了 警察查案 看到放了那年輕人 因為那個年輕人不夠情 還沒16歲 收到了 然後那個年輕人就報仇了 把刀捅死了那個年輕人 警察來到的時候 一樣 我都未夠16歲 那意思是不是 所有人以後都可以做著你所說的事情 別人不准反對呢 房子 賣得很貴 所有東西 全部都很離譜 各樣東西都是去侵犯市民的利益 結果 你不可以反對 你不准出聲 你出聲 就是破壞社會 煽動社會矛盾 阻礙特區政府施直 以後 那些 輸入外勞要大聲拍手掌 政府是為了你好 為了保障你勞工權益所以才輸入外勞的 看到外勞要當是親人一樣 要啦 歡迎外勞 開場派對 歡迎他們 歡迎外勞 不如住在禮賓府吧 香港那麼多公務員 每間公務員配一個外勞 香港有其他地方 Villain 我們 dry不著 Our can 我們先報告這節時間 希望大家 繼續支持我們第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樂朋友 訂閱那些頻道 多謝 算